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学根雕的历史比较悠久一点 从清朝康熙年间 台湾也有很多客家人 像安安是同根同源 通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拉台湾的小朋友 所以也可以了解 就是我们客家的非议 很多小朋友通过这次体验 他感受到了这种手工 他带来的乐趣 让他们亲自体验 就是说木头和木头的这种香味 激励 还有一些他的这种 根材的一些造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